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推办113年花莲客运季系列活动 今天搭上复礼箱农会东部唯一一场竹子博览会率先在复礼箱开跑 信会农业小组总招黄林兰特别率领小组成员 到现场去考察期盼农产业和在地族群人文结合推广 提升地方农业观光休闲旅游产业 113年花莲客运季系列活动年度首场 今天搭配东部唯一一场竹子博览会 选在复礼箱洛杉村幸福广场盛大开幕 现议会农业小组总招黄林兰 特别率领小组成员张美惠 林哲师 以及林玉芬等议员出席考察 当然 这次发通的新闻花莲协议会所有的议员 来支持这次发展议会议员 将有办法参加中部航空规 现在又改回到12月28日为客家日 但是变成12月28日 就变天川日 但它不叫客家日 天川日是固定 但它就不叫客家日 所以客我会天川日没有付出 有申请还是会有 对 还是有申请还是会有 是是是是 县长 我跟你建议一下 那个 我们现在不是入逃 还有设计 然后可以带点客家的文件 比如说 田花 或是年纪 对 少一点 现在部客家事务处处处长潘前建 说明年度重要客家文化推广工作 不仅是议会农业小组 民政小组成员金淑敏也特别关切现场意见交换 互动热络 农业小组总招黄玲兰指出 这一次客家事务处将客家文化与农业结合推广 农政小组也高度重视 规划考察行程深入了解 总招黄玲兰肯定客家事务处推广客家文化的努力与创新 也期盼借此提升南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 记者是玉兰 副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